政治誠信是一個從政者的基礎 如果對人民公然說謊 那我們認為就有政治詐欺的可能性 這也是為什麼前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志堅 他就已經因為抄襲論文而退出選舉 但是我們卻看到民進黨先推出一個抄襲的候選人 現在又要推出一個茂名的參選人 我們今天抓包 明明沒有念過基隆高中 卻一直口口聲聲說 他是基隆高中校友的蔡司印 我們查到的資料 他其實是我們高雄左營高中畢業的 但他竟然還在基隆高中的校友會 來擔任理事的職務 他沒有讀過半天基隆高中 他竟然還自稱是基隆高中的校友 難道蔡司印是瞧不起我們高雄 瞧不起我們高雄的左營高中嗎 難道民進黨是跨咱格雄不會去嗎 我剛剛查了一下資料 2020年6月 就是蔡司印的服務處 他曾經到那個基隆高中 去辦一個熱心公益獎 當下基隆高中有在蔡司印的臉書下面回應說 忠心感謝適應委員學長對母校學弟妹的關懷與支持 蔡司印怎麼回應呢 他說謝謝校友和學校的支持 今年路跑我再看看能不能回去跑一跑 他沒有否認耶 別人都稱他是基隆高中的學長 他卻沒有否認耶 這不是騙我們高中生的感情嗎 我們知道林志堅欺騙大家說他有台大碩士 但現在不曉得為什麼整個學術淪上到 竟然蔡司印連高中的學歷都要欺騙大家 從中摸取好處 蔡司印是不是也應該比照林志堅 被抓包了之後可以退出我們基隆市長的選舉 不要讓基隆市民來蒙羞 那蔡司印就如同剛剛慶偉所講的 被稱呼到是基隆中學的校友的時候 是臉不紅氣不喘 從來沒有澄清難道都沒拍誰嗎 這種行徑就像你去外面 你已經有結婚生小孩 你還去外面約會偷吃 結果被抓包之後還說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說我有老婆啊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說我有小孩啊 這樣的行徑就是渣男 蔡司印就是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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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渣男的行徑 我想所有的基隆市民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我們要詢問基隆高中 有沒有包庇蔡司印的這個行徑 根據我們在維基百科查到的紀錄 其實都說蔡司印是79年 79級的畢業校友 那蔡司印從來沒有修改 沒有澄清 也沒有對外去把這個回應給清楚 直到被抓包之後才趕快說啊 其實他不是基隆高中畢業的 他是左營高中畢業的 再來蔡司印因為這個校友的身份 謀取了很多好處 可以當校友會的理事 可以參加校友會 在裡面活動認識地方的頭人 因為大部分的很多人 很多地方上面的人物 都是靠著校友這一層身份 來結交起來 但是蔡司印有沒有資格當理事 我們根據這個基隆高中他們理事會的這個章程 校友會的這個章程 我們發現蔡司印必須要是一般會員 也就是在基隆高中服務過 或是在基隆高中就讀過的人 才有資格成為一般會員 有備選舉權 所以蔡司印的理事 當了世界 當了第四屆 第五屆這個理事 完全不符合資格 違反了人民團體法 從中摸取利益 從中摸取政治上的好處 現在被抓包 蔡司印要如何自圓其說 請蔡司印退選 民國98年 同一年 我與蔡司印當時身為基隆市議員的她 加入了基隆高中的校友會 在校友會的同時 學長們都會說 你是哪一屆畢業 當時我自己再想一想 我是民國82年入學 84年畢業 學長就教我 你就是84級的學長 就是民國84年畢業的84級的學長 而蔡司印先生支支吾吾的 我看到蔡司印當時議員 蔡議員你好 原來你也讀基隆高中啊 一樣支支吾吾 閃避其詞 完全感受不到她的現場 跟基隆高中校友會裡面 所有真正從基隆高中 畢業的學長們 有什麼樣的互動 但是感受到 她貴為議員 能夠在這樣一個尷尬的地方 還表現得這麼自然 這是我當時在民國84年 民國98年入會的時候的感受 這是我的畢業紀念冊 在上週我們看到 基隆市議員參選人王尚杰 他在臉書上要找蔡司印委員的 基隆高中同學的時候 我心裡想 我要找我基隆高中同學還不簡單 群組裡面手機 好多基隆高中同班的不同班的 校友會裡面的 都可以隨時找得到 請問蔡司印立法委員 林基隆高中同學出來了嗎 你找到你同學了嗎 你同學來拯救你這位渣男 沒有誠心的政治人物 制法犯法的政治人物嗎 竟然還在媒體公開說 你是被當時的校友會林江偉理事長 來聘為榮譽校友 然後擔任校友會的理事 這是林江偉先生提出來的聲明 林江偉先生身為基隆高中校友會 第四屆 第五屆的理事長 從未聘任任何一位地方人士 任何一位的人 來擔任基隆高中的校友會 榮譽校友 所以說這件事情 純粹就是蔡司印先生 他提出來自圓其說的說法 再來 蔡司印先生也透過很多的管道 要來進到基隆高中參與相關的活動 剛剛慶偉所說的 甚至現在基隆高中家長會的會長 也是蔡司印先生他辦公室的助理 還有呢 蔡司印先生 從他擔任校友會的理事之後 我們發現有一點改變 改變了什麼呢 或許就是在為了保護他 基隆高中校友會 在學校的建議之下 只要身為基隆市的民意代表 是基隆高中畢業的 列為顧問 而不能擔任任何的校友會 理監事的職務 這就是我自己經歷過來的 在當時我是地方上一個里長 後來當選議員 基隆高中的母校老師就打來說 張淵翔學長 你現在身為議員 不用擔任理監事 我們把你封為顧問 當然我們是心難接受 但是這個事情讓我回想起來 是不是又是蔡司印所造成的 校友會的條款 竟然可以致圓其說 榮譽校友 也可以擔任理事 竟然可以自己扯謊 完全沒讀過基隆高中 能夠光免彈簧 毫不緊張 在基隆高中校友會裡面 苟延殘喘的生存著 這不是渣男 什麼才叫渣男 這不是沒有誠心的政治人物 誰才是沒有誠心的政治人物 身為基隆高中校友 我們真的很歡迎 對基隆高中有任何貢獻的地方人士 能夠成為榮譽校友 讓我們感受到一起 為基隆高中 為母校努力的 這樣的一個行徑作為 我們更歡迎 任何來自全國各地 世界各地的人 成為基隆的孩子 如同蔡司印先生 在競選立委時候 身上穿著嫁人小孩 但是我們不希望 基隆市的政治人物 是騙小孩 是尬派小孩大小 是渣男 是沒有誠心的政治人物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 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較溫和 緊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好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 就可以買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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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